大家好 欢迎来到卓游讲玩卓游的时间 我是K 我是Happy 我是Andy 我是Domazic HR 我是Sammy 今天我们来到2020年艾心巡礼的其中一环 这次就来到 这个大家看到绿色的封面 F字头的字 F字头的GAME 就是PowerGrid的作者Friederman Fisk的今年的作品 叫做飞鸣 飞鸣 飞鸣是古埃及的城镇 开罗附近 它是一个海边和尼洛河的尽头 我们就是发露王的帮手 在这里就去发展这个大西北 大西北 我好像之前听到的 总之就是那些 这个是已经玩完游戏的一个State 我们刚刚结束了5人游戏的 不如我略略说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 整个游戏我们就会一起共同发展这个大西北 大西北本身一开始什么都没有 只有鱷鱼而已 这些三倍倍倍吧 很多了 本身都在那里 我们发展完现在的endgame就是这样 每个人的游戏一开始就会有5张相同卡 这个游戏其实很简单 到你的转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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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出一张卡 然后做一张卡上面的东西 然后到下个人 除了可以出卡之外 你也可以选不出卡 就是去买卡的 这个游戏就会有一个 它声称就是跟PowerGrid的Market 这些卡就是公家卡来的 这些卡就越来越厉害 比一开始的卡来的 做的东西会有不同的 玩不同的资源 或者起不同的东西 或者把不同的东西就变成不同的分数 这个PowerGrid的Market 其实有特别的原因就是 它细分的卡就会是前一些 大数字的卡就会在后一些的 那你一开始买的只可以买一些差点的卡 越抽越多才会买一些厉害的卡 如果抽得很好的话 抽到云长的话 那每个卡也都有不同的价钱 就说了三四五七元 那这里就给你看看 这些卡也有机会 有些卡会有discount的 那钱当然是其中一个资源 那这个就是第二个 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买卡 第三个你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把你出的卡 因为这些游戏就像Concordia 有些人说就inspired by Concordia 你就可以把它拿回手 拿多少呢? 拿面的衣服而已 那接着你就可以 这个叫administration动作 那你这些卡就可以用了 那你也可以拿多些 拿多些你就付钱去拿多些 那你拿回卡的时候 你也会在那里拔走工人 代表一些工人会死 也可能会拿些income 也都会清一下market 那这个就是整个流程 那我游戏就不断地轮廓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游戏 是会有一盒 就叫endgame那盒牌 那endgame那盒牌 那endgame那盒牌有四张 就是有分数的 那如果那四张叫natural disaster 全部出来了 那所有人呢 就不能够再take admin 就是不能够再loop那些卡 那如果你要loop卡 就基本上是quit game的了 那你就会拿最大分 如果你最先quit 就会拿最大分这张 那就加上endgame分 那如此类推 直到所有人都quit game 那游戏就完 那游戏就完 那些卡呢 每一张呢 基本上都做很多不同的东西 那我略略地说一下 一开始有些什么可以做 一开始可能就是 拔走那些鳄鱼 然后就会 放一些人下去 那就可以拿资源 那也有些卡呢 是可以给你用不同的资源 去建设计 那那起生的图文 那又可以拿分 拿三分 拿钱 也都可能是起路的 那之后 那药干的这些卡 也都会去建设计 建设计 或者建设计 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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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样不同的 拿分的方法 那 后期的卡是很搞笑的 可能要动一些人 走来走去那拿分 或者把其他人杀了去 或者看看 这里有多少个 建设计 在河旁 那形形式式的 因为呢 这本书记本就是这样的 很短的书记本 应该不算那些什么 其实只有四五版 这样八版 另一本就是每一张卡的书记本 由于它的icon 都不是比较清楚 很多时候都要书记本这本的字典 看每一张卡的功能是什么 这个卡的书记本就等于一个书记本的厚度 大致上就是整个游戏的玩法 对了 飞音就是这样 不如我们轮流说一下 大家玩完之后的感受 好 不如我先说一下 这个游戏我玩下去的感觉都良好的 我会感觉到它是一个 版面是会不断地变化 然后你可能就要看着 地图的那些 大家起了什么变化 还有外面有什么卡可以买 来到考虑你什么行动 是最 efficient 来得分 而且这个游戏 因为它也是用回POWGRID的机制 就是你开一张卡出来的时候 会跟回码码来排回 顺序的 所以这个游戏 somehow就会令到一些 小码码码会被人买 然后再大码码才可以被人买 所以这个游戏它深刻就控制了建筑物的发展的次序 就是可能一开始会出了 一开始每个人手牌会有 这个计划文和文露 然后你建完计划文和文露 然后就会开始有些卡给你买 可以拿起这个 这个workshop 然后才会有些卡出来 然后才会让你放一些人 进去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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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进去那些 一些计划文做餐 然后有个次序 已经是用Numbercom做了 所以 玩下去的时候 它自至然而 地图的发展 就会看到它是会循序 进去的发展 所以 我认为这个位置 都会给到一种 都挺合适的 的感觉 跟其他的 叫做 合作发展城市 比较 我认为这个游戏 都是 因为有了这个机制 令到我有一种 跟顺序 来到发展的感觉 而且 它也是 每一个建筑物 出去之后 都是不属于任何一个人 全部都是属于国家 大家都是为国家 来发展 所以整体来说 这个感觉都挺合适的 Andy 如果你说是合适的 我觉得是停留在 中古世纪 那种类型的 euro game 是一些很经典 旧式的感觉 很重要 这是2020的新游戏 哈哈 大家不要看这个样子 我觉得是今时今日 如果要玩到的euro game 不可以再停留在 这样的film上 我觉得所谓的 合适的film 是要 所有东西都很顺利成章 我不需要特意想想 一张卡 再谷补一下 画面去造成 所以我觉得 在今时今日的标准 是不可以的 但是木魔就是做经典 没有经典 那些奇怪的东西 不是经典的film 但是做了奇怪的 你提到对的film 就是相对的film 相对上来说 如果是对的 就在这位置 另外我觉得 它的映像是不太清晰的 要骂 其实我们每次玩了 至少玩到 一个游戏的四分之三 左右 才开始 每一张卡的映像 就开始 稍微理解到 但是 又有一些新的东西 我们每一次都要 参考这一款 字典 我骂的就是 它有太多不同的效果 就是 刚才说过 它不是这样拿 或者放的 有时可能是走的 有时可能是要数的 有时可能是算整个地图 有时可能是算整个地图 那这些各样东西 它都写得不太清楚 那 但是 反过来说 其实就是因为 它有很多不同款式的 所谓的action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问题 那 可以说是很多元化的卡 但是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又会觉得是有好又不好 如果第一次玩来说 其实是麻烦了很多的 因为你只看一张卡 是没有办法理解 它是做些什么 但是 我有这样想 如果 如果这款游戏真的 会不停地玩的话 那 其实我认为是画 这个公仔 是比写字的 如果 例如我对比 这个Telephone 如果我要很多次玩 那我总是有时候 有时候忘记了那张卡 是做什么的 那我就要 因为它的效果 没有容易到 那么简单的 可以解释得到 所以 其实 在第一次玩 你会觉得有吃力 但是 你当你明白了那张卡 第二次再运动 你就可能会记得到 就会看公仔 比看字 如果重玩的话 所以第一次玩 我建议大家拍一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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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典 然后就会更方便 因为它每张卡 都读一无二 所以有这么多个不同 很不同 在香港 不如KH你先说 我先说 你先说 好 其实我就觉得 如果以近年的 六魔的游戏来说 这个算是可以玩的 因为 所谓玩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六魔的游戏 有一个特色 就是你玩它 你会觉得很顺畅 你会觉得很顺畅 很顺畅的意思 就是说很爽的 不是说不计查路士 我是说做的东西很顺畅 就是拍一张卡 然后做一些东西 然后地图 或者其他东西 比如我们之前 说的树懒 都会是这样的 但是 这个游戏 我会觉得 我会像Andy那种感觉 就是 这个游戏在2020出 就好像 不是很适合 这个时代的东西 太久了 因为 太久了 无论电影也好 机制也好 又或者我玩下去的感觉也好 如果这个游戏 比如说 早五年 早七八年出的 我觉得会是一种很好的作品 但是现在 今天出的 我再重开它的意欲很低 而由于我再重开它的意欲低 其实刚才 Kay所说的 如果我们再玩 就会很方便的东西 就不会发生 我自己 我就觉得 我如果要玩这一类型 在地图上高 去建筑物 霸东西 可能我会选择 譬如 这个 Telephonic Mask 又或者是 其他 要经典的 我会选择 譬如 THTH全名 是不是 我不懂 TH HT HT Hanson Honical 我会选择 那些 我不会选择 所以它的定位 有点尴尬 不是差 但是 我觉得它 不会留得低的 经典 Semi Semi 有没有什么 赢家 其实 因为我玩得很少 本身 玩很久 但是 这个游戏的机制 都好像 似曾相识 似曾在哪里 可能有几个游合中 所以 新鲜感不太大 其实 它充其量 如果你不说埃及片 其实它是一只 不断地发展个城市 大家互相在 砌图出来的游戏 是有趣 但又没有想不断地玩 好 那我说一下 我就是想不断地玩 六毛的粉丝 首先 我是李生 我是六毛的粉丝 我一直觉得 它做些东西都有一些 终于守得云开 建议的 又有一只玩得 去年那只树兰也不错 树兰也不错 我想说 它一直这些游戏 都是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 好像榴莲那样 你喜欢的 很喜欢 很奇怪 我觉得这个游戏 在机制上 我觉得它融合了 Power Grid的市场 使用卡 可以出现 刚才说的 顺序 然后它也用了 Cancordia 即是有少少 Cancordia 自己有个牌 去循述的感觉 虽然不太强力 也有一个公家 去建设 有一个interaction 在中间 会建一堆东西 然后大家会看着 建些什么 而拿不同的卡 去尝试去抢分 我觉得整个游戏的主軸 其实就是来自于 你怎样可以 其实是一只Racing Game 我觉得 因为它没有一个End Game 的大分 它有些 去到最后有些大分的卡 但是呢 其实游戏中间 你要继续跟别人 拿到同样的分数 你一定要不断地 做些东西去拿分 那其实我觉得 好像一只Racing Game 我觉得是 和今年Stefan Fell Tarã卡 都有些坚持 就是你也可以不断地想 我会得到分 我怎麽可以 好快 又能够多次分 又或者回到再次分 我觉得ItalianGuide 很有似的 感觉 所以我觉得 在我眼中 这些 graduate 的 也会有少少长期的意味 因为你买一张卡就要想如何禁止我的卡 你不会因为外面有什么转租 令你长远的计划会有很大的变化 可能会有少少位置做多一下 但整件事你都会一直看着你的目标去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有少少技巧之后 又有方式的方向 所以两者融合来说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会想说一下 你刚才说了六毛的位置 其实我自己对六毛的感觉就是 它是会喜欢这个电影很古怪 但是机制它就会选择一些混合和配合 就是其他的东西来砌 所以看到它这次出这一款电影 它的电影这么黄道电影 其实我是有点担心的 我的机制已经不是很特别了 你还要找些什么东西 反而我觉得它这次机制做得挺好 我反而如果它这次机制放一个古怪的电影 我可能会再高一点 或者现代一点的电影 是的 其实如果这里转了一些很高科技的东西 server build network 是的 其实六毛是很肯去做一些很古怪的题材 今年另一只finishing time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使用 因为那只机制太平淡了 但是那个主题是很搞笑的 是的 我觉得它应该用一个有趣的主题去配它这个 我觉得就会再高一级 反而现在它找到这么黄道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六毛他太喜欢这个art work了 每个game都是类似这个art work 而且你说今时今日就算是很黄道的film 你的机制真的要很突出很突出很突出 你才可以去到那个留得低的 是的 是的 那我觉得 有没有什么补充一下 我会觉得它是 虽然它的机制不是很突出 但是我都会赞它一点点的 就是它虽然也是用回机制 但是我觉得它今次这样的融合机制 会好过PowerPoint的感觉 就是因为它这个LUMBER顺序就控制外面的地图发展次序 我的感觉的融合是好过PowerPoint的一种 就是因为PowerPoint只不过是 因为PowerPoint的那种 我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些发电厂越来越厉害 但是这个呢 它除了一些卡越来越厉害 它也有一些发展次序在那里 就是不同的 生产不同的Building的次序是不同的 我觉得我说多一点我赞的地方 就是其实它跑分的位置实际上有很多的 虽然好像感觉上都是不同款 或者不同资源的转换 但是我觉得它比起很多 例如Stefan Fairle的游戏 最后都是不同资源的转换 它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去玩的 比如我们刚才看到有些人去走一走一走 有些人可能是会继续河的旁边的城镇 有些可能是要追着一个 这个终极的大的金字塔定皇宫 好像是PALAX 其实我觉得呢 我是很有意欲去再玩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看到大家有这么多不同的PALAX去做 所以我也想试一下 如果下次我跑 我今次可能是跑 起石起老的 我下次就可能主要是 就是存钱 然后拿钱去换 不知道什么东西 或者存钱买很多不同的卡 或者可能下次我就想是 我看着那些线组 然后去走一些人的 我觉得 这个位置会令到我去想再试 所以我觉得它这些卡的设计 虽然因为这样而令到我们的Icon很难去看 但是也都反过来说 你会再开或者重玩的感觉会高一些 嗯 我觉得有时候你未必一定会跑到你想跑 因为它有些像是K 刚才有说过就是 它有些像TDA 你拿完别人就没有拿 而且Market会不断refresh 有时候你就会被人不断 我认同啊 这个就是它的Market 其中一个很救病的地方 虽然是说是跟次序出 但是其实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真的有机会一开始开了你很大牌的 就是2号3号可能是最底都很紧 我刚才也试过 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 这个游戏有一个 Count of Counter 就是我觉得很多位置 其实它都是给了很多facability 例如你钱又可以当八搭 然后你钱又可以当其中三个资源 然后你没回到开档八搭 也有很多位置 其实它不一定要你有某些卡 你才可能后面的长分卡才能拿到 你是不是都可以做到那些东西的 所以其实加加上我觉得 又未去到差一张卡就卡死你那种感觉 所以overall我是会想再试的 不如大家说一下有什么推荐 你有可能不推荐 我是作为一个不喜欢玩yo game 不是太喜欢玩yo game的人 这种我是不会再试的 我就觉得 你如果买这个game的理由就是 你是六毛fancy才会买 OK 而是我买的 是 我就会觉得 如果你想试一些有tactical的意味 但是也有一些long-term planning的感觉的game 想试一些有融合的感觉 我觉得这种是其中一种给到这个感觉的game 嗯 那我就觉得 其实那个long-term planning 我想补充一下 我都有一些诚意 我认为要玩多几次才能试到它那个long-term strategy是能够不够 因为 somehow我也觉得是tactical一些的 就是短期策略多一些的 我会觉得是 喜欢玩power grid的人可以试这种 因为我真的觉得它这个市场的融合是比power grid的好 至于外面的resource一起建设计的感觉 我就尝试去想起一些同类的game 我现在不太想到 就是一些大家都是建设公家的东西来叮分的game 而我记忆中 同类的game 给我的感觉都不是太良好的 这一款反而是偏向良好一点 所以我都是中立偏好一点 整件事都算爽快 是的 都算爽快 我们五人game都... 其实我的机制虽然是有点老土一点 但是它都是叫做Modern 稍为Modern的一些 因为它节奏快一点 就是Modern game 我的感觉都是要节奏快一点 但是可能film真的得到处理好一点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2020艾森 是2020的Frederman Fist 陆魔的新作品BAM 如果大家有玩过或者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便在下方留言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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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like,comment,share我们的影片 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还有很多不同的节目等着大家 特别多谢所有patreon的会员 好开心一齐可以和你在discord里面 谈Game选择新节目 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夾我们的 我们下一集再见 Thank you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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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